央视前主播崔永元曝光阴阳合同,随后传军方背景娱乐公司被查。 港媒日前爆料,战狼2等因令国家树敌遭批,广电总局遭整肃接管。 结合官方此前批评中选系统过度宣传激发贸易战,此番娱乐圈风波获起因于中美贸易争端。 6月9日,香港苹果日报消息,北京当局不满军方控制娱乐圈,早已发出禁军令,限制有军方背景的公司及电影。 红海行动核战狼2最近被内部批评鼓吹军事主义,最终令国家树敌。 广电总局副局长张红森被调离,电影改由中宣布全权管理。 同日,台湾联合新闻网爆料,手机2的制作公司,有军方背景的华丽兄弟已被调查。 苹果日报称,官方借崔永元大爆明星逃税,铲除与渔圈关系密切的军方势力。 报道还引述崔永元的话称,其爆料的时机是,我听说上面本来就打算要调查一人税务的问题。 报道还提到,人民日报近日罕见三度发文,痛斥雨圈天价片酬, 被后电视公司经营手法与金融产品拉上关系,造成严重经济泡沫。 此前曾对崔永元下达死亡追杀令的空军前是飞员徐永灵,于8日数度在微博向崔永元道歉,并改口称支持国家打击娱乐界的黑恶势力。 而崔永元则在当晚回应,称不接受其道歉。 崔永元5月开始在微博针对冯小刚、刘振云和范冰冰等人。 与此同时,中共军方也在进行一类密集的人事调整。 5月以来,山西、湖南、青海、河北、四川、河南、天洁等多个省军区竟被驱主观出现职务调整, 海军领导层也连续出现人事变动。 此外,5月,西藏军区原政类王健武接替江泽民大秘贾亭安, 出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并兼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 退役军人事务部荣装副部长方永祥, 兼任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助理。 当局整肃军方和娱乐圈,广电局获释出有因, 但其时间点则稍显微妙,因为政治中美贸易关系紧张, 北京立弊贸易战之际。 此时官方批评《红海行动核战狼2》令国家树敌, 或显示这轮整肃和贸易战不无关系。 5月21日,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网, 借新加坡华裔学者郑永年之口, 批评中共宣传部门把中国制造2025计划宣传成要赶超美国, 将一旦一路吹嘘成要统治世界, 令欧美国家产生警惕和恐惧, 认为这是导致贸易战的一大原因。 文章还批评, 宣传部门被一种声音民粹主义所绑架, 而不去平衡饶束。 包括连习近平的讲话, 都只是说他这几句, 而不说那几句。 外界分析, 官方炮轰中宣部门, 可能有意降低对外宣传调门, 以缓解中共在国际社会遭遇的压力, 同时对一贯对习近平当局进行舆论绑架的中宣部门提出警告。 此次官方批评战狼二等鼓吹军事主义, 最终令国家树敌, 火于此一脉相成。 此轮整肃的直接原因, 获起于贸易战。 而其波及的范围, 不仅包括娱乐圈和隶属中宣系统的广电局, 还有军方势力。 中共宣传系统多年来被江派人马掌控, 以舆论绑架当局整体左转。 而中共军方则由江家马在徐才厚和郭伯雄控制, 中高层一大半军官都出自二人的提拔。 宣传系统和军方这种超高调的对外宣传, 可能出自共产党固有的统治世界的野心, 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人急急故意制造舆论, 给习近平招难外患。 中共对外扩张的本性永远不会改变, 但是中共内部有声音质, 此时打破邓小平掏光养晦的对外欺骗战略, 时机可能还不成熟。 中共十九大后, 当局的反腐似乎转向中下层, 你死我活得惜, 江振英博弈已有葬息迹象。 但是中共一切政治考量都是基于利益, 内部政治平衡都很难长久。 江家邦和中共贪官们要想继续平安度日, 仍需设法继续维持平衡。 其中,帮习近平四处树敌, 让他疲于应付, 这应该迫使他维持内部团结的一个有效策略。 中共十九大前的中印边境对峙, 被执与之后落马的军委委员防风辉和张扬有关。 十九大前朝鲜的接连挑衅, 也被只有江家操控的因素。 江泽民有一名精于算计的智囊曾庆红。 十九大前海外针对王岐山的爆料, 就是出资曾庆红的手笔, 此举成功地让王岐山在十九大落退。 十九大后, 针对习近平阵营的小动作也没有停止。 蔡奇因为驱逐低端人口曾遭党媒围攻, 随着北京在贸易战中不断让步, 直接负责贸易谈判的刘鹤, 也成为中共内部发泄不满的目标。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 一于10日提前到达新加坡。 据报, 金正恩下塔的酒店附近戒备森严, 而被视为金正恩情人的玄松月, 意外出现在现场, 令舆论感到意外。 6月11日, 韩国《中央日报》称, 金正恩10日派遣对外部门的核心人物 悉数前往新加坡。 报道说, 不仅有劳动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长金英车, 劳动党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委员长李朱雍, 朝鲜外务箱李永浩等对美外交的主要人士, 还有统战部科长金星会, 外务省美国局代局长崔强一等15级的人士也在当地出现。 而金正恩最信任的人, 包括金正恩的包妹, 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书记市长国务委员会部长金昌善等人, 也随金正恩一同到达新加坡。 最引人注意的是, 经为保护相当森严的金正恩下塔的坠起酒店附近, 被视为金正恩行人的朝鲜三十渊管弦乐团团长玄松岳, 也出现在现场, 他戴着墨镜拖着行李进入酒店, 吸引了记者们的注意。 对此, 韩国时政评论者, 玄松岳虽然任朝鲜劳动党宣传山东部副部长一职, 但出现在朝美会谈的地方, 令人颇感意外, 因此有猜测认为, 未来朝鲜可能会促进三十渊管弦乐团赴美国演出。 二月份的韩朝政府交流活动中, 玄松岳也曾随同朝鲜代表团进入韩国, 并在首尔的公演中出场表演了独唱。 也有猜测认为, 作为韩朝交流中参与过活动的成员, 如果美朝会谈中涉及韩朝问题, 玄松岳也可能以经历着的身份参与其中, 听取美朝官员就韩朝问题阐述的观点。 在这前几年的朝韩双方在板门店举行会谈时, 玄松岳也曾出席会谈, 并享受着同样的特级待遇。 据韩媒披露, 玄松岳是金正恩的情人, 或前女友, 比金正恩年长十二岁, 毕业于平壤音乐大学, 曾是活跃在金正日时代普天宝电子乐团的美声唱法歌手。 日媒每日日本网则披露, 金正恩父子俩都曾恋上玄松岳。 朝鲜母丹风乐团成员私下表示, 玄松岳不仅是金正恩的恋人, 也是金正日的情人。 崔永元接连爆料影视圈逃税前规则, 有军方背景的娱乐集团华裔兄弟被抛上风口浪尖, 有消息称已被调查。 港媒指, 崔爆料的背景是北京当局整肃操控娱乐圈的军方势力。 而最新消息, 华裔兄弟二人已质押几乎全部股权套现, 被置已准备跑路。 北京时间6月11日, 中国大陆自媒体消息称, 华裔兄弟法人代表, 董事长王忠君质押手中超过97%的华裔股权, 而王忠累情况类似。 华裔兄弟6月6日发布公告, 宣布华裔兄弟持股人王忠君, 王忠累的股份质押状况。 公告称, 截止2018年3月31日, 王忠君持股6亿1222万9855股, 占公司总股本22.07%。 截止公告日, 王忠君共向中信箭头证券有限公司, 质押股份5亿5087万9999股, 占公司总股本19.86%。 作为第一大股东, 王忠君手里仅剩2.21%的公司股份。 而王忠累持股以7168万1986股, 占据公司总股本6.19%, 质押股份1亿4279万9999股, 占据公司总股本5.15%, 手里仅剩1.04%。 陆媒消息还说, 早在去年底芳华票房破10亿时, 就有媒体注意到王氏兄弟高比例股权质押。 当时, 王忠累和王忠君的股权质押比例 已经达到90%和85%, 用途均为个人融资需求, 以用于项目投资及股权投资。 有分析称, 华裔目前正在去电影单一化, 投资周边产业, 质押股权或为此筹挫资金。 不过, 因崔永元爆料阴阳合同, 税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作为首级二出品公司, 华裔兄弟也被曝已遭调查。 在此背景下, 华裔兄弟质押股权套现的动作, 引起轩然大波。 许多媒体引述坊间猜测称, 王氏兄弟要不假跃停后沉。 对此, 华裔兄弟方面当天即通过陆媒声明, 股权质押的资金用途, 主要用于项目投资及股权投资, 并不是抛售股票, 更不代表不看好华裔未来, 也不会影响华裔兄弟的正常经营。 声明并称, 公司会对恶意传妙者保留诉讼权利。 日前, 崔永元坦诚曝光阴阳合同是公报私仇, 借当局正诉娱乐圈之际报复手机和手机2拍摄人员。 港媒更爆料, 高层对军方势力操控娱乐圈不满, 以下达进军令。 而华裔兄弟被指有军方背景。 王氏兄弟被指属军人世家, 兄弟四人有三人从军, 父亲亦是军人出身。 党媒《人民日报》近日接连发文, 痛斥于宣天价片酬, 以及背后电视公司经营手法与金融产品拉上关系, 造成严重经济泡沫。 李永灵, 于8日数度在微博向崔永元道歉, 并改口称支持国家打击娱乐界的黑恶势力。 而崔永元则在当晚回应, 称不接受其道歉。 崔永元5月开始在微博针对冯小刚, 刘振云和范冰冰等人。 与此同时, 中共军方也在进行一轮密集的人事调整。 5月以来, 山西、湖南、青海、河北、四川、河南、 天街等多个省军区境备区主观出现职务调整, 海军领导层也连续出现人事变动。 此外, 5月, 西藏军区原政类王健武接替江泽民大秘贾庭安, 出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改由中宣部全权管理。 同日, 台湾联合新闻网爆料, 手机外的制作公司, 有军方背景的华丽兄弟已被调查。 苹果日报称, 官方借崔永元大爆明星逃税, 铲除与于圈关系密切的军方势力。 报道还引述崔永元的话称, 其爆料的时机是, 我听说上面本来就打算要调查一人税务的问题。 报道还提到, 人民日报近日罕见三度发文, 痛斥于圈天价片酬, 背后电视公司经营手法与金融产品拉上关系, 造成严重经济泡沫。 此前曾对崔永元下达死亡追杀令的空军前是飞远虚副主任, 并建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 退役军人事务部容装副部长方永祥, 兼任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 当局整肃军方和娱乐圈, 广电局获释出有因, 但其时间贬则稍显微妙, 因为政治中美贸易关系紧张, 被经历毙贸易战之际。 此时官方批评红海行动核战狼二令国家树敌, 或显示这轮整肃和贸易战不无关系。 5月21日, 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网, 借新加坡华裔学者郑永年之口, 批评中共宣传部门把中国制造2025计划宣传成要赶超美国, 将一旦一路吹嘘成要统治世界, 令欧美国家产生警惕和恐惧, 认为这是导致贸易战的一大原因。 文章还批评, 宣传部门被一种声音民粹主义所绑架, 而不去平衡饶述。 包括连习近平的讲话, 都只是说他这几句, 而不说那几句。 外界分析, 官方炮轰中宣部门, 可能有意降低对外宣传调门, 以缓解中共在国际社会遭遇的压力, 同时对一贯对习近平当局进行舆论绑架的中宣部门提出警告。 此次官方批评战狼2等鼓吹军事央视前主播崔永元曝光阴阳合同, 随后传军方背景娱乐公司被查。 港媒日前爆料, 战狼2等因令国家树敌遭批, 广电总局遭整肃接管。 结合官方此前批评中选系统过度宣传激发贸易战, 此番娱乐圈风波获起因于中美贸易争端。 6月9日,香港苹果日报消息, 北京当局不满军方控制娱乐圈, 早已发出禁军令, 限制有军方背景的公司及电影。 《红海行动核战狼2》最近被内部批评鼓吹军事主义, 最终令国家树敌。 广电总局副局长张红森被调离, 电影